好 那我們來看你這題 第二題 4.2-2.781 4.2-2.781 寫這種加減法的時候 重點一定要是小數點都要對齊 整數對整數 這樣要小心喔 第一件事要做對 好吧 你不要二對一這樣排過去這樣不對 這就是很多同學會犯的錯 我先跟你講 好吧就像我先跟你說 這個手摸插頭會觸電 你要先把我的話聽進去 那有的同學就不信啊 手摸插頭真的會觸電嗎 真的要手要去摸一次電一次 自己才要學到經驗 好吧 那我們做老師的就是先告訴你哪邊會出錯 哪邊有電 那希望你避開它 這樣就不用 就是從別人的經驗學到經驗 這是最聰明的做法 好不好 我們看這一題怎麼做 一樣啊 這個一的上面什麼都沒有 一定要借十過來減 對不對 都是從前面借的 所以這個十減一就是九 那我知道這已經借過來了 對不對 它也是有十 但是這個已經借了一個一過去 所以它就一定是九啊 原本它是十嘛 但是借一個一過去就剩九 九減八就會是一 這樣知道齁 那這個都是從這二借過來的 所以就剩下一了 對不對 借一個一過去嘛 然後再來 一減七夠不夠減 不夠減 所以還是要從前面借 也就是借一個十 對不對 十減七是三 三再加這裡原本的一 是多少 四 這樣知不知道 四齁 那這個世界一出去了 是不是剩下三 三減二就是一 那小數點把它對齊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 1.419 你請你一樣 學著像我這樣 把它寫整齊 並且啊 你要把計算過程啊 寫一下 讓自己的這個思路啊 清楚一點 好不好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訓練 非常重要的訓練 好不好 我們從小學開始培育 栽培你 變成國家棟樑 變成這個知憂生 就是這樣去培訓的 好不好